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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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大家下午 然後因為剛剛前面兩位先進 都是正在下面講 所以就跟你們在下面講 我是一直平著煮辣菜 那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不是在節能這方面 我們主要其實想要講的是 有關於電子業 比如說工業還有電子業 他們怎麼在用電上面 去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然後還有怎麼樣子 透過一些創能的方式 雖然剛剛我問講說 節能是最有效率 其實我是非常認同這一點 節能它是相當有效率的 但是我們使用更清潔的內能 都是做創能 他們是可以同時產生加成的效應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簡單跟創能 必須要是同時去一起做的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日式二年 日式二年 我們是在全球做一些廣告的項目 主要可能包含了一些 包括蒸零食品的海洋 和不然的方式 另外還有今天我們主要 會提到氣候變化的項目 我們主要都是去做一些 永續的發展和維護的 這方面的項目 那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針對企業這邊 我們做了三個 可能比較相關的一個研究和報告 第一個的話 是就是台灣綠色電子製造企業的平地 我們挑選了幾個 在手機工程裡面 會比較佔助心動角色的電子企業 去對他們的目前綠能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排炭量的一些進展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對台灣的電子製造業使用的煤電 對空還有對健康空間的評估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去探討說 企業採購電視能源 它的可行性應該是怎麼樣的 那今天我們講的 就會根據這三個報告裡面的內容 綜合跟大家講 就是簡短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過去所多的一些點就要大家發現 那這張圖呢 我們可能是2013年到2018年 大概過去15年之內 台灣各個部門的用電 它的成長的驅動 也就是說我們在看 台灣過去用電量的增長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是由哪一個部門所供用的 那我們發現的是 其實過去15年 台灣用電的成長大概是3.8% 那其中有75%的電力成長需求 是來自於工業 也就是說其實工業它的需求 帶給我們台灣非常高程度的 一個用電需求的成長 那我們上幾天其實都不能報告 都是在電子製造業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可以 特地開來一下 電子製造業 大概50% 那這一方面當然帶給我們 一個很豐富的經濟成長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也帶給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電力的需求 那工業電力需求呢 它可能也會帶給我們一些 就是社會上面的網路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用電量的增長 那當然我們會有一些 用電結構的變化 我們把這些用電量的增長 還有用電結構的變化 排不斷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工業用電的需求 其實占到了 我們台灣國力霸電的增長的百分之十 那這是一個相當親人的數字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工業用電的增長 很直接的 跟我們台灣的火力發電的增長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迎接性 那今天換句話說 今天如果說 我們在工業用電增長的方式 他們可以去刪定一些責任 去做一些節電 或者是充電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來緩解我們的 火力發電增長的時候 我們其實台灣的一些社會上面的毛隔 一些空洞商業的問題 他都可以做的問題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你做的 你完全做的 這一個動畫 是我們在今年 電子製造業的 波蘭還有健康充其的 PB所做的一個模擬 這個不算嗎 我覺得它可以防止 它基本上是一個動作 我們是 這個主要只是根據台灣的四個 主要的年限 但那時候還沒有人 誰那時候的一個發電增長 那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所做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 我們的用電其實直接的去造成了火力發電的需求 那火力發電 當然這邊只有超多煤電的人 因為煤電它的污染性會較高 那這個是我們根據這個煤電廠的PM2.5所做的一個模擬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不要覺得煤囪不放在你家 你就沒有做出污染 你在用這些電的時候 其實你的污染是從這些地方出來的 而且這些地方 它不是指在它的周遭 它會根據台灣的氣候 根據台灣的風向 會去影響到周圍的地方 所以主要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們不要忽視用電所帶來的污染 尤其是台灣現在的80%左右的用電結構 是來自於火力發電的 我們每次用一部電的時候 其實有你不知道的污染 正在別的地方的程度上 第一個我們要嘛我們自己做結構 要不然的話就是我們想辦法 讓我們整個永遠去做自己完善 這個是兩個唯一能夠解決的方式 那賢能的方式可能 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所以我們這邊就大概去講一下 這些創能的方式 那後面再講一下 我們最後研究的結果是 如果說電視燈業 就剛剛佔50%的增長需求那一部分 如果他們能夠 將他們的電力來源轉型 在身體裡面就是一個 比較接近的電力的時候 每年可以減少一百六小時戰力 那另外也可以節約大概 就是一億的健康的成分 那這邊稍微講一下 我們今年五月所做的一個企業平比 那這個企業平比其實做出來 當然效果是沒有太下 就是我們所做的企業大多數 他們只佔就是 他們的再生能源佔比 十三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也就是有一些是根本沒有 那大多數都是在百分之五的下 那在台灣用電量最高的台積電 它的再生能源佔比大概是百分之七 所以從台灣的用電結構看起來 如果它在 就是這些工業或者是這些電子製造業 他們不斷地去捐台電去訴求 他們要這麼多的能源 包含了日後就是 可能回台灣這些 回台灣投資的這些產業 如果他們還是不斷地覺得說 我的用電就是要有台電給我 那這個忽然可能還是沒有辦法控制 我覺得就是在這個部分 企業應該要盡到一些自己 要做到的責任 怎麼樣子將自己所需要的電力 現在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的電力當然 或者是傳統集中的電力 要嗎? 要嗎? 就是都是一些集中型的 但是現在其實有相當多的分散型的電力 比如說像是開陽能 或者是風力 那在市場上面 其實也會有一些 就是類似像 日式太平洋附土 這樣的方式 讓你能夠去 從整體的市場上面去增進 整個月電結構的提升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 所有的企業應該要去負擔要的一些責任 那很多企業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去講到 可是投資預電很貴啊 現在預電的成本 可能比一般的用電成本還要高 所以我們也特別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指揮性報告 那這個指揮性報告裡面 我們其實是分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從它的批配程度 可能比如說 所以看樣呢 它的功力甚至未來的低熱 和還能夠搭配的時候 它有怎麼樣子去讓 所以企業的用電 是不是至於 受到影響很窮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呢 大概企業比較關心的 那我們的時間呢 會降到多少 那第三個是從整個物理層面 比如說這個密集可行性這邊 然後去探討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主要就是產生的物理層 這一個呢是在R100 R100它是一個集團 裡面大概有200多間的企業 國際企業 那基本上他們都去提出了 他們在哪一年以上 達到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 這個目標 那我們特別把牌裡面抽出來看 其實呢 裡面的製造業的部分 特別把裡面的電子疊分 是稍微抽出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呢 他們如果要達到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時候 他們的 所用的成本 大概在他們的淨利潤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間 也就是說 對於國外的這些製造業來講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間 是他們可以接受的一個方便 他們使用他們淨利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去投資在身邊 去淨到他們的屬性量去擺到責任 那我們認為其實台灣的企業也可以參考這個數字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間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去研究就是台灣的電子業 然後還有台積電它可能的淨利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給它學一個名字 叫淨利能效 其實就是電力密集度它的寶數 而且我們使用的是電力密集度的寶數 然後我們並不是用營收 我們使用淨利率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大概 淨利能效 美度電 也就是說美度電 使用美度電 可以為這個企業帶來多少淨利的數字 在電子業方面 大概是在二十多到三十多之間 大概平均大概在三十三十三十多元 那我們根據這個數字呢 然後再去看現在淨生能源的成分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其實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目前美度電 如果你去投資淨生能源的話 如果你使用你百分之股 到百分之經濟支出的話 大概有1.65到3.31你可以去投資 就是你大概每度電 你可以去投資 就是你大概每度電 去投資1.65到3.31 這個是百分數值的部分 到百分之十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使用百分之五的 如果說我們使用百分之五的 如果說我們使用百分之五的經濟支出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它的淨生能源的占比 可能從百分之十一度上升到百分之六十 那為什麼它會上升呢 因為在未來的時候 我們預期的實在生能源的成分會 頻段的下降 那在下降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你用同樣的成分去購買的時候 它的價比就會頻段的上升 百分之四十一到百分之六十 這個數字其實 超多能的企業的想像 使用百分之五的經濟 就是你可以達到你大概一半的責任 這個其實在很多的企業 他們沒有在做這樣的計算的時候 他們是想像不到 而且這個是用電量 特別巨大的選擇點 如果今天是服務業 或者是金融業 這些用電量 在他們的市場上相對小 其實他們要做起來 是更危險的 但是更危險的 實際上我們剛剛看到的 R100的這個群組裡面 有大概百分之六十的企業 是屬於服務業 制造業的部分 才是三百分之六十 但是不代表說 因為制造業 它比較多的 它會變得比較多 實際上我們不一定要 一百分之百什麼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講說 我在很大的程度 我要防止企業 就是電幣來的這個壓力 同時我們也要就是 彰顯企業 在我們使用這麼多電 然後造成這麼多貫富性的同時 我們要表達自己的社會的責任 所以呢企業可以怎麼做 就是有什麼指示 然後我們使用單身能源 這樣比較接近的出門的方式呢 首先呢 以現在來講 我們可能使用 有三個框架的支持 比如說像是 預測的債券 或者是探稅 這可能是從 國家的價格上面來看 另外呢 現在比較多的是 投資的支持 比如說我們購買 單身能源品證 或我們真的實際上 去投資的暗場 但是 在這個投資支持裡面呢 它基本上是 從整個台灣 如果我就購買台灣 單身能源品證的話 是整個台灣的 再生能源的用電 發電的結構 它會上升 但是對於這個企業來講 它的用電 可能並不是百分之百 來自於這個 它只在整個台灣的 用電結構上升 這個在初期的時候 或者在能源轉型 初期的時候 它是有效的 因為畢竟 大家都從年開始 它是有效的 但是隨著結構慢慢的轉變 再生能源結構 再慢慢變化的時候 大家的支持 就要改成第三種 就是屬於直接用電 比如說 我們真實的去採購VPA 或者是我們帶我們自己的廠房 上面去做一個自建自用的 那個開陽理念站 或者是公平發電 這樣的方式 這樣子才可以更有效的 在整個的電力結構上面的進步 是 好 那今天沒有時間關係 所以我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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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Visor和米韩或者是监督全新来说是只有Viva 而且有非常积极的建议用数字来说明国际企业 他们如何在再生人员这方面的一些解决 也提到这个5%的profit就可以完成一半50%的责任 那我想就是可以值得我们企业做最好的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做一个大会报告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流行一个social感谢 我们本来写有QA section的 可是这个身体要真的要忙碌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来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队友的分享 请大家请下一个词 是台湾男人转型阶段性成果与未来挑战机综合作态 让我们欢迎本场次的主持人 大大欢迎中心周慧姆教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